农历七月是台湾的传统民俗月 可以看见许多的庙宇以及团体机关 都会举办中原普督法会来祭拜所谓的好兄弟 而今天下午在三支区公所前广场 由公所搭洗棚架摆放供桌 以及许多的水果三生等供品 邀请公所内的全体同仁 时辰一道大家集合团拜 祈求在未来的日子里能够平安顺利 这个月是农业的七月 就一般所谓的鬼月 那在我们这个民俗里面来讲的话 他是一个等于说一个好兄弟 他们都来到我们这个民间的一个时间 那当然今天我们就汇集到整个 我们三支区公所的同仁们 那来在我们的公所的门口 那我们都准备了这些一些的东西 那我们也就希望来做一个祈福 来个平安的普渡 今年三支公所的中原祭典 在下午两点来进行同仁 以及各单位主管都一起来到现场祭拜 而区长表示 中原节是台湾重要的民俗节日 区公所当然也不免俗的 要来为公所也为整个三支区来祈福 那除了说希望说每一个同仁 他们能够平安顺利之外 当然也希望藉由这个普渡 我们希望整个我们三支区 在任何的区政业务 各方面都能够平安顺利 也祝着我们所有三支区的区民 都非常的平安 也非常的如意 在三支区长的带领之下 除了有公所主管同仁参与之外 在地里长也一起来祭拜 参与这一次的普渡 而区长也希望在这一次的祭典之后 不只是让公部门运作可以更加的顺利 也要保佑在地民众平安顺遂 记者 廖品汉三支采访报道